再过一个星期 巴西里约奥运就要揭幕了 究竟准备好了没有 巴西政府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全世界似乎都不太相信 因为这里面呢 目前还有很多场馆在赶工 甚至已经注定来不及的很多的问题 因为按照当初的承诺 所有的场馆必须在7月1号以前 要全部落成 不到现在还有很多根本没有完成验收 但大家只得硬着头皮 往里面住 往里面举办 只希望整个的比赛过程 能够一切顺利 记不记得在7年前 巴西是怎么得到这场奥运的主败权 当时他们最后是以票数击败了对手 也就是西班牙的马德里 当时奥会的主要的观点是 希望这是第一次在南美洲举办 也希望给巴西这个国家 跟当地的经济注入活力 不过你看看如今的巴西情况 经济不行 政治不稳定 总统在停职Zika病毒 甚至公务员薪水发不出来 上街头抗议 甚至还把传递的奥运圣火都给夺走了 整个情况是一片混乱 但奥运当局还是表示 没问题 大家有信心 究竟的信心在多少 我们来看看 具体只剩下7天的巴西的场馆 周围环境究竟长得如今是个什么模样 基督上高耸在临海山头 是最知名地标 里约热练炉不但美景醉人 更有热情氛围 群球焦点 8月都将集中在南美洲巴西的这个领海大城 只是开幕在即 硬体进度至今令人捏把冷汗 很多地方都还在悄悄打打 全新打造的奥运公园 是其中最大手笔 包括网球体操游泳等 15项高人气运动 都集中于此 网球馆是从两年多前开始兴建 中央球场踩屋顶设计 有一万个座位 座位区色彩缤纷 以红尘黄三色为基调 外观看似亮丽 过程却是政策急转弯 从最早设计的红土球场 完工却变成硬地球场 美国开幕很近 所以他们会选择 在硬体操线上 感慨感慨 一变再变 在各项硬体设施 屡见不鲜 土昂贵在奥运公园的选手村 17栋大楼外观明亮大方 里头乍看颇舒适 但因为经费问题 电视不见了 澳洲队住进后 竟发现水管不通 经抗议后才改善 但没有奥运公园 没有奥运公园 没有 我认为 那会被奥运公园 里约奥运分成四大区块 奥运公园是在巴哈区 最受瞩目的开幕主场馆 位在马拉卡纳区 停机场也在这区 场面座位还在加紧赶工 已有选手前来熟悉场地 第三个德奥多罗区 自由车选手们已陆续前来 最后一个则是领海的科帕卡巴那区 依旧是施工状态 这里是新月行海湾 是招牌热门景点 但本届奥运只要和海沾上边 选手都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卫生成了最大威胁 远看美丽的海景 许多地方近看 确实触目惊心 除了垃圾还有更恐怖的 原来里约的平民窟 大小便并不是仙境化粪池 海水明显遭污染 当局却无力全面改善 因此当局已警告需下海的选手 把嘴巴闭紧 更吓人的是奥运前夕 还有死尸来角局在海湾漂浮 而就在临近沙滩排球场的海滩上 也在倒数一个月内 发现一具死尸 还有一些尸块极为夸张 尽管多达八万五千名特种部队 在开幕前三十天就进驻领约 但治安仍令人担心 讽刺的是由于公务员预算被砍三成 警察薪水发不出来 由特种部队应急 人无法遏止一再上演的街头抢劫 远景鹤枪实弹沿街巡逻 特别是临近主场馆的麦尔平民窟 每个出口层层为安 防止帮派分子姿势 李渔市府甚至竹起这十一道高墙 包围平民窟 生怕外界对巴西观感不佳 除了治安令人忧 还有一件事伤脑筋 那就是地铁到底何时完工 这条就是连接主场馆 以及选手村的唯一地铁 六站地铁站全长16公里 这条该在七月完工的四号线 中国制的地铁因预算不够 曾二度停工 同车时间一言再延 能赶上奥运开幕吗 真的是大问号 在大部分国家选手陆续抵达后 直接南韩与中国两队 被规定给穿着长裤长袖制服 避免遭蚊虫叮咬 感染姿卡 俄罗斯队则因为禁药问题 参赛人数少了一百多人 更让这四年一次的盛会 相形失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